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就曾经说过 属相是能够看透一个人的一生 什么生肖就是什么命 为了友情和爱情能达到一个无法想象的极限 不抛弃 不分开 哪怕不是对方的爱 但是也不纠缠 厚到直白的生肖鼠纵使有太多的软弱 也抵不住他天生悲观的使者角色 如果你爱上鼠鼠的人 你得到的会是平凡的温暖和永远的爱 如果你不爱生肖鼠 鼠鼠的人会在寂寞中给予你想要的自由和未来 鼠鼠的人笑起来是个孩子 冷起来是个谜 一抹温暖纯真的笑容 就能掩盖一颗多愁善感的心 对于感兴趣的事情抓住不撒手 执着的可怕 对于不感兴趣的人没表情也不会虚情假意 二 生肖牛 鼠牛的人喜欢一个人待着 想自己的心事做自己的事情 沉醉于自己的世界 生肖牛情绪波动较大 为一件事情可以心情突然就阴影下来 有时候无由来的烦躁忧郁 但鼠牛的人心地很善良 同情弱者 常常喜欢打抱不平 敢爱 敢恨 讨厌虚伪作作 化而不识 虚情假意 玩弄心计 搬弄是非 鼠牛的人真的很为别人着想 打心底的为别人着想 绝不是做表面工作的那种 是用心去关心他人 很在乎自己说的话会对别人的影响 尤其是自己一直看重的人 如果会对对方造成负担 鼠牛的人宁愿自己默默地承受一切 鼠牛的人是十二生肖中 对人最诚实最心软的一个生肖 也是相当孤独的一个生肖 这样的人需要调节自己的心情 有时候也需要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心情 属虎的人对最亲最爱的人容易抱走脾气 特别不好 对外人从来和善 常被说人好 貌似对话过程中不知不觉 就会强加灌输自己的想法给别人 属虎的人爱睡觉 常常迟到健忘 对大多数人和事不上心 无视路人 不在意周围 他忽冷忽热会有冷淡期 让朋友有些受不了 不过属虎的人天性乐观 热情如火 总是有用不完的经历 让人觉得好像同时有好多分身一样 充满活力的笑脸以及灵活的双眼 正是生肖虎最大的魅力 不过有活力可不见得要理个男生头 像野孩子一样 但属虎的人也不适合披头散发 绑个辫子或是扎起长长的马尾 四 生肖兔 属兔的人嘴很毒 心很善 表面把你说得一无是处 心里却比谁都珍惜 他缺乏安全感 睡觉喜欢侧着身子抱着枕头或被子 他们总是看起来很快乐 看起来很坚强 可那都是伪装 有人说 属兔的人可怕 那是因为他根本不了解属兔的人 如果你走进他的世界 那里一定充满温暖 却很忧伤 属兔的人 通常感性 重过理性 比较偏执 比较极端 要么不爱 要么爱到骨子里 属兔人有时通勤达理 有时歇斯底里 冷静下来又很心软 属兔的人一旦动了感情 拿得起放不下 属兔的人外表冷 内心其实很热 很温暖 真的成了知心或恋人 这辈子很忠诚 属龙的人有善变的口才 被别人误会的时候 却不爱解释 不要问为什么 就是不爱解释 不喜欢伤害任何人 宁愿伤害自己 前景不乐观时 会对喜欢的人冷静地说狠话 会口是心非 是吃软不吃硬的一族 你软 他就对你没脾气 你硬 他就比你还横 根据相关调查 十二生肖 谋杀记录最少的就是 善良的生肖龙 六 生肖蛇 接下面具以后的生肖蛇 处事冷静 沉着 内敛 稳重 容不得别人的背叛 对背叛自己的人 绝不原谅 对敌人下手狠毒 冷血至极 面具下 多疑 没安全感 他们用情置身 在爱上一个人之后 是绝对不会轻言放弃的 但他们只会默默地爱着 悲情暗恋者的典范 内心其实非常的脆弱 非常敏感 鼠蛇的人 谈感情 理性居多 并不是欠缺热情 而是头领心强的他们 好像每天在写考卷 明明现在很想你 又怕你在忙 所以就没打电话了 明明病得头顶冒烟 怕你陪他太累 就告诉你病快好了 谨慎地经营爱情 自我要求不能无理取闹 出发点不自私 但让对方无法感受被需要 七 生肖马 数码的人不喜欢做决定 小事随便怎么样都行 没所谓 大事 很喜欢听朋友的意见 如果你是数码人 可以信赖的人 你需要做的只是分析 决定他会自己来做 如果他有了自己的想法 一旦下了决定 就算全天下反对 几乎也没有改变的可能 其实多少有些靠直觉行事 不过数码的人 直觉大多时候还蛮准的 数码的人笑 永远都是最单纯的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会看到一直都在笑的他 因为他们一直都只想把自己的快乐 带给别人 却只把悲伤留给自己 你没有看到过他的眼泪 是因为他从来不会在别人面前哭 当你看到他眼泪的时候 那么说明 你是真的把他们的真心夺走了 因为数码的人 真的很需要一份值得的依靠 数羊的人很容易受伤 很容易自卑 很容易满足 很容易爱上一个人 很容易流泪 而且这样的人很难走出悲伤 很难忘记一个人 很难背叛友情和爱情 很难有心机 很难拒绝 很难对得起自己 数码的人 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 都会保全他人的利益 数码的人 真的值得深交 数码的人 讨厌虚伪 讨厌谎言 讨厌欺骗 其实数码的人 经常硬撑 即使一百个委屈 都习惯用自己的方式 独自一人承担 真正痛苦的时候 其实没人看得见 他很注重公平 凡事都会分得清清楚楚 不会去占别人便宜 他非常重感情 只要他真心认定的朋友 都会真心对待 他清楚地知道 爱什么 不爱什么 9.生肖猴 属猴的人表面花心 却实际是个爱情的执着者 不管这个世界变成怎样 他们对爱的专一 永远也不会变 属猴人的爱很深 他们虽然不常开口 但却一直都在观察着 你的一举一动 还有属猴人的第六感 出奇地好 千万别做让他们伤心的事情 属猴的人会记住 要爱属猴的人 最主要的就是 要能踏踏实实 不能分心地给予最深的感情 而且属猴人的博学多能 总是很招人嫉妒 在爱情中聪明伶俐 财思敏捷 是其战斗力发挥高效的主力因子 10.生肖 鸡 属猴的人都真性情 爱恨分明 总是口是心非 如果吵架没有多想 一定下一句话说得比对方更狠 更没有退路 然后不知道得一个什么 要命的自尊 喜欢简简单单就好 不喜欢世俗 一根筋想问题 开心时候 什么都能丢一边 不开心时候 一句话也不愿意说 属猴的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心软 即使受到再大的打击和伤害 只要对方低下头来说对不起 虔诚的道歉 我们就会忍不住说 没关系 属猴的人最见不得别人哭 看到痛哭流涕的人 会不由地去同情 去安慰 属猴的人心最软 也最容易受伤 生活的琐碎 习惯了一个人承受 11.生肖狗 生肖狗不会耍心机 属狗的人讲义气够朋友 属狗的人 对待感情其实很认真 属狗的人最要面子 属狗的人最重要的是尊严 属狗的人很顾家 属狗的人心地善良 属狗的人害怕孤单 属狗的人的优点 不是外貌而是气质 属狗的人很阳光又开朗 属狗的人不凶 很好相处 笑得越灿烂的生肖狗 越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候 其实他们并不是想伪装什么 只是不想让身边的朋友 亲人担心 不想暴露出自己的脆弱 不想看到别人同情的眼神 12.生肖猪 属猪的人不是没脾气 是为了爱放低自己的脾气 属猪的人天生有敏感的视觉 只要对方生气或不笑 稍微一点表情神态 一下就看穿 即使属猪的人很低落 但只要你愿意花心思去陪伴对方 那个人心情就马上会好 心情不好 只想一个人承受 不想烦着谁 生肖猪是个矛盾体很严重的人 喜欢不断在脑海里想太多 属猪的人 装傻装糊涂是真正的高手 生肖猪的观察力可以说是 十二生肖最强的生肖 对方稍有不慎 敏锐的他心里已经替你出局了 极度讨厌虚假的人 却从不拒绝这样的人 这就是生肖猪 天真的眼神中带着聪慧的头脑 欲强则更强的万王之王 综上所述 属相虽然看着平平无奇 但是却是至关重要的 每个生肖都有自己的特点 只有掌握了其奥妙 就可以更好的掌握人生 也可以帮助自己更加了解自己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